台湾太阳华学运代表人物林飞凡 陈维婷接受了美国巡回演讲行 在返台前接受新唐人节目 方菲时间主持人的专访 我们抢先带你看到专访的部分精彩画面 其实对于很多中国大陆的人来讲 你们的理念在情感上他们会比较难以接受 因为大陆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宣传也好 他们就会觉得台湾统一是祖国统一的一部分 那其实我想问的是说你们的这个理念 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陆今天这个专制政权 那如果今天中国大陆是民主政权的话 你们反对统一的这个诉求还会这么强烈吗 如果未来如果讲到这个民主的中国 决定要台湾多盖两座核电厂 我们现在只要2300万人决定这个事情 对我们政府抗议就可以解决 为了我们要抗议我们可能要去北京抗议 对那这种事情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维持 我们过去已经惯有的这种民主文化跟政治的生态 然后持续的去生根下去 可是当然我们完全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民主化这样子 可是我希望中国的朋友能够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湾其实没有必然的要跟你为敌 台湾也没有必然的要去跟美国靠拢 重点就是那为什么现在被逼得必须要跟中国为敌 必须要跟美国靠拢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你中国大陆在旁边摆了一堆飞弹来对着我们 你们就是一定要去摧毁我们原本的生活的方式 无法去理解我们的生活的样态 那成为真正的政治家 这会是你们将来的目标吗 你说政治家那里有很多种定义 我觉得如果你要问的是说 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打算投入选举 那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现在很清楚的态度就是说 程伟林还有他的书没有念完 我还有我的书也还没念完 但是 对但他还有研究所 那我的硕士论文还没写完 那我们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现在都还是学生的身份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时间再 回去把学校里面课业完成 目前为止是没有直接投入选举的打算 好 非常感谢各位 OK 谢谢